编辑第一章第八节 我疑要听你父亲的训辈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当一些人赶走之后 没错有些人会回来 但是有些人是不会再给他回来的 因为我们仍在外院的时候 我们根本都仍在会众时期的时候 赶走了他回来的时候 他能够有一个奔价的心 有一个会众的心 我们会欢迎他回来 但我们已经成为又有奔价 又有同女的教会 那些人明明赶走了之后 他再回来的时候 如果发觉他回来的时候 他不能够成为一个同女的话 我们就不会再给他回来 但之前留下在这里的一起成长 现在仍然是我们所说的是会众的OK 但是那些神已经是个别要求他们 因为这个人可能离开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同女的 但他回来永远都不会再给他回来 那为什么让他回来呢 明明啊 因为神向谁多级 就向谁多要 而事实上 这个就是神圣经里面要求 教会能够去执行 以及跟着神的时代计划 以及跟着神的心意去执行的嘛 所以问题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在以前来说 我们仍然会容许一些 回来成为会众的这些人去回来 原因是我们还是会众的教会 但是现在我们变成 已经重要不是同女的教会 我们已经变成辛苦的教会 那标准就不同了 我们已经不能够欢迎那些 回来 明明以前是同女级数的 神要求的是同女级数的回来 都只能够可以说做奔客的话 那些不会欢迎回来的 但问题尤其是以前那些是辛苦的 但现在回来做奔客 那我们不会欢迎他回来 为什么呢 因为最大问题牵涉到 就是神不会欢迎这些人 回来吃果子 如果你要做奔客的话 那不如在外面的教会 学做奔客吧 你不要回来一间辛苦的教会 当中去拖累 明白吗 每一个如果我们回到教会 不是贡献的 是总之志在一生都要拖累这间教会 那你想想神会不会欢迎这些人回来 是不是 就是他回来就这样拖累 所以你会看到神的要求 原来是会有变动 虽然听起来好像很复杂 但是简单来说 如果我们是奔客教会的时候 神要求我们也好 甚至要求我们里面的会众也好 他要求是低的 但当我们是辛苦的时候 神是说毫无瑕疵 颠会奏文的时候的辛苦的话 那我们就不能够抱了 所以变成这个就是我曾经分享过 当我们教会真正是大复兴的时候 其实根本我们不会说我们的容量 是不是我们教会一次过增长到五千人的时候 是不是继续五万人五百万人五千万人 我们一直都欢迎呢 其实不是的 我们去到某一个数字 就算连是我们教会带信主的人 数量去到某一个阶段 我们就已经不欢迎人回来 你就会让他们在网上听我们的信息 又或者甚至在网络上联络我们 而不会说我们无穷无尽去照顾这些人 有什么原因呢 最主要就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侍奉人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做 因为好像那些巴兰 你这么多人买我的唱片 我们照是有这么多东西供应你们 他们会搞走负 或者很多这些垃圾式的聚会 但是问题 如果我们是辛苦 就不是了 我们不可以让任何干扰我们去侍奉神 而当我们真正能够侍奉神 我们才能够将神的同在 和神的话语去带给这个世代 换句话说 我们不可以为了一些熟世的工作 或者根本是所谓名成利就的机会 而导致我们不能够成为神的大祭司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 仍然去维系着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神父 底下去服侍这个世代 因为这个世代是所需要的就是什么 所需要的就是听神的声音 你会看到就算我们教会 现在不是有五十万人 或者五千万人 或者五亿人 但问题在2012信息里面 让你看到我们已经可以将这些信息 是完全超越这个时代里面 很多所谓先知 去比这个世代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当人数增长之后 反而反过来 我跨着照顾了这些人 照顾了教会的增长 照顾了他们回来 大家可以有社会 又个个都可以搞生日会 个个都一直有这些不同的茶会 不同的聚餐 然后到一个阶段 我甚至跟神脱了节 这个是不是那个目的呢 不是那个目的 所以你看到旧约有一个很明显的事实 就是整个旧约的一千八年 开始节旗和他们的祭物的时候 是神有个系统在 而这个系统 是完全单单以以色列人做一个根基 只是以这个国度 这个可以说祭司的国度 以这个属臣的子民 做一个根基去建立了 利美之派和另外十二之派 而利美之派只是服侍另外十二之派 那么其他国家呢 其他那些务道的国家呢 都一定要在这个系统当中 而不能破坏这个系统的嘛 是不是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呢 可能弟兄姐妹没有想到 就是完全没有想到 但是其实这个是我一定要知道的 就是说 其实原来这个是一个写照 就是说到时一个的 可以说君尊的角度 一个属臣的子民呢 是怎样服侍全世代的 就好像以前旧约的时候呢 一个国家 以色列国家 他用信仰 和他为到全世界的信仰 去担起这个责任 导致全世界都有神的同在一千八年 但是未来的日子呢 当身负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有个责任呢 就不是说当很多人来到石安的时候 我们放弃了成为这个大祭司 放弃了成为身负 我和他们一起做会中 先是说 我由身负跌到 只可以做同女 由同女跟着再跌跌跌 因为人数多嘛 是非特地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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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滴持 不是 закる 没错 我们知道会中的人数絕对比制司 至少佔十二倍 是非是网关 而大祭司的人数绝对比制司少 因为大祭司只有一个 你们看到吗 这个体系在了些负大做是一个 是用来这样为服侍一个国家 但是呢 这个国家亦为了当时全世界去认识 对全世界 去认识神 对吧 所以原来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这个旧约只不过是一个活剧去告诉你 未来的日子的石安都是这样 我们这间教会是为全世界听到整个声音 因为就好像你会看到 我们的2012信息 不只是给我们这间教会听 我相信当你听这些信息的时候 你就知道 全世界理得你在香港 或者哪个国家 你不听石安的信息 是他们是底的 因为绝对是整个声音 我们是为了全世界去听神的声音 去提供给他们 所以换句话说 到我们有大复兴的时候 这个责任只会多不会少 我们的责任不是说 我突然间由听神的声音 变成听世界的声音 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 不是 所以变成如果 我们讲到关于我们 接受人家在石安 或者是赶人犯罪离开石安 以及能够欢迎他们 可能犯罪之后 他们都回到这个标准的时候 那你就要理解 为什么标准是一落露神 比这间教会 比石安教会是不同的 斟言第一章第八节 我疑要听你父亲的训辉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心中抱出祷告诗词 渴望情逢世途日子 求我主旨祭尽擦烟我心意 谁念我甘倾听我情思 心想做出心志堅持 那句前路困惑未知 灵阔知主正在揭示 中标志 他是我走等天国之夜 行上普攻 绝日让我靠意 行实践主之夜 探求永生也 祈祷 祈祷 宗生个场 经索船情 达意 行可以 上船正直 永达天也 全这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